假設是烤餅集的話 烤餅集的時候呢 它到沸騰的時候 打開排氣閥 有沒有聽到聲音 因為它其實在沸騰對不對 它要把它趕出去 要把它趕出去 就是會把它裡面 因為它裡面 我們知道它裡面絕道都是空氣 絕道都是空氣 然後它沸騰的時候 會把空氣趕出去 空氣趕出去 然後趕完之後 再把它關起來 那事實上你問我 跟你講我不知道 我剛才錄影我就說了 我讀研究所 讀塑班讀博班讀博士 在這邊當老師 我從來沒做過這個動作 因為它是自動化的 它自動會排氣等等 尤其像這一台 這是新的 我記得是陳主任用 西藏經費買的 到時候我們會讓大家練習這兩款 只是因為這台是安裝在這邊 我比較喜歡用這一款 那一款更聰明 但是電子式一壞就全壞了 好那再一次 現在慢慢慢慢 它現在指針已經離開0的地方 等一下又過去 那有些迷糊彈 有些我自己沒有發生過 但是我聽過一些故事 排水盤沒有關的時候 這時候會怎麼樣 裡面壓力會非常的大 把那僅有的水全部都擠出去 擠出去 因為它這台有保護裝置 這台有保護裝置 為什麼 因為有一次弄完之後 是我的錯 是我的錯 我忘記把這個開關關掉 開關關掉的時候 它就沒事 但是因為開關沒有關掉 我就把它打開 把東西取出去拿走 因為它開關到它就停住 結果那天剛好停電 停電完之後就復電 復電的時候它是on的狀態 它就開始啟動 啟動就開始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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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 燒到沒有水 它啟動保護裝置就沒事 所以是我的錯 我…我先道歉 所以程序的話 第一個到的時候 先關機 把它撇到off去 撇到off之後呢 那個材質取出來 所以我公開道歉 因為我沒有按照操作程序 是我的問題 好,那現在呢 現在的話 如果有人忘记关排水法 听一下声音 把它打开 声音不大 其实它水会挤出去 然后等一下如果有机会 我教大家快速的排水 也就是说 这东西是我们这种老油条在做的 就是我要把排水洗干净 尤其灭waste waste就是灭废气污 灭废气污的时候 它会整个把它排出去的话 我们会用挤压的方式 趁机挤压的方式 好来 那像这个排气法 如果没有关节 很明显听到声音 OK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整个操作起来 就会很顺 因为这台也十多年了 我进学校就 前一个系主任 就已经把这个都弄好了 所以整个都很安全 那一样 我希望说大家就实作练习 因为这个现在产业界 在生技生化实验室 或者未来读研究所 这些都基本技能会用到 然后我们课程的话 会用到这些 好来我们回到座位上